盗墓贼发现一个白蛮宝贝的墓室 三个财迷正想伸手进火 不料却被同伴慌忙制止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墓室结构 竟对应着奇门遁甲的八门方位 墙上的古董正是解开机关的钥匙 如果动错了宝贝 所有人都要死瞧瞧 这时雪立扬绕场看了一圈 却没看到三人要找的龙骨天书 胡八一分析 只有找到八面墙上对应的名气 才能打开机关 根据九宫口诀 很快他就找到修门坦一宫的位置 紧接着根据挂象含义 确定眼前的铜像就是机关钥匙 可没想到转动佛像后不但没有打开机关 脚下的石台还缓慢裂开 并逐渐向墙内收缩 胡八一猜测这是个倒计时装置 只有在限定时间内解开其他七门 才能停止机关运作 众人立刻分头行动 很快雪立扬找到一个带云雷文的 胡八一抱起雪立扬转动铜像 果然地上的石台停止收缩 胖子还以为破解了机关 不料下一秒 原来这只能延缓时间 必须找其他六个 然而其他人对九宫八门一窍不通 马大胆发现一个小山形状的珊瑚 以为对应山的属性 可谁知转动以后脚下的石台迅速缩进墙内 三人来不及反应直接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雪立扬扔出飞虎找缠住下落中的胡八一 紧接着老胡一把拉住马大胆 这才暂时保住两人信物 但绳子的承受力有限 眼看就要断裂了 最后关头胡八一晃动绳子将马大胆扔到峭壁上 同时自己用飞虎找迅速勾住石壁 好不容易再次脱鞋 但怎么爬上去成了难题 雪立扬让胖子和大金牙先去破解机关 他负责指导老胡 雪立扬顾不上他的调侃 开始寻找攀爬路线 与此同事胖子和大金牙为了争取时间 正在寻找对应的名气 可找到坤公时大金牙却犯了难 大金牙表示坤象征女性 而黄玉女神本身就是义女的 幸好这时胡八一成功爬上石台 帮助二人找到名气 而随着胖子转动最后一个古董 不但使石台在最后时刻停止收索 而且还缓缓恢复原状 趁着还有缝隙 胡八一丢下绳索就出悬崖上的马大胆 所有人都感觉节后余生常常输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只听咔哒一声 摆放围棋的棋盘突然一分为二 随后缓缓升起一个造型精美的木盒 接着木盒自动打开 自己经历九死一生 终于找到破解红斑诅咒的线 胡八一几人开心的手舞足蹈 李春来见他们激动的样子 还以为是个值钱的东西 除了雪丽阳 谁都没注意到李春来起了攀念 雪丽阳表示 这东西对普通人来说一文不值 然而李春来压根不信 直呼老天有眼 把最值钱的留给了自己 说着就把龙骨天书放回木盒 抱起盒子向牧师外跑去 胡八一几人追赶不及 落单的李春来早就忘了地宫外 还有致命的巨型蜘蛛 只一个照面 他就被大蜘蛛贯穿天灵带高包挂起 不过在尸体掉落时 他的手恰好触碰机关打开了木盒 大蜘蛛上前闻了闻 竟然害怕试得快速跑开了 雪丽阳推测龙骨天书上涂了驱赶蜘蛛的秘料 要不是李春来贪心把它装进盒子里 也不至于落得丧命的下场 很快众人找到迷哭出口 带着龙骨天书请考古学家孙教授解读 通过破译文字 三人得知牧尘珠的下落 正在云南古巅国的献王墓中 于是回到北京收拾装备 一行人浩浩荡荡向云南重古进发 三人得知牧尘珠的下落